《徐志摩》 《政治经济学》 本与诗歌创作并无渊源 却在英国留学期间 创作出大量诗篇 究其原因 大致是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 初入康乔的徐志摩幸福又甜蜜 假之与林辉音的相识 更是将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激发出来 他回忆 活在康乔的日子 和真幸福 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 回国后的徐志摩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创作路 更是出版了一本诗集志摩的诗 将自己回国初期的心路历程 尽数反映在诗歌里 那段时期他的诗除了抒发理想和展现爱情外 又多了些揭露社会黑暗 甚至是探讨人生哲理的诗篇 1924年 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 徐志摩与其建立了深厚友谊 而他的创作中也渐渐融入了许多哲理类的诗歌 除了诗歌外 徐志摩也在散文、小说、剧作、翻译等领域发光发热 创作出一篇又一篇坏事人口的经典文章 不得不说 徐志摩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但在爱情面前 他却是个多情的人 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徐志摩是看不上张优宜的 他甚至轻蔑地评价他是乡下土包子 当张优宜为徐志摩怀上第二个孩子时 徐志摩正沉浸在林徽因的温柔香里 为了博取林徽因的欢心 徐志摩急匆匆地逼迫张优宜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成就了历史上第一例自由文明离婚案 成功离婚的徐志摩信忡忡地去找林徽因 却得知他已经随父亲回国 并嫁给了梁思成 就这样 徐志摩的第二段爱情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了 1924年 27岁的徐志摩 在泰戈尔的生日宴会上 邂逅了陆小曼 而此时的陆小曼 是哈尔滴警察厅厅长王庚的妻子 不久后 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 徐志摩终于得到了 他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爱情 即使王庚以枪相逼 即使婚后陆小曼交友懒惰 即使两人在感情中互相伤害 徐志摩都不曾再改变 但多情的徐志摩 还是忘不了林徽因 1931年11月 徐志摩搭乘飞机 去参加林徽因在北京的演讲会 中途飞机在济南逝世 机上供三人无一人生还 36岁的徐志摩终于不再多情 但再也写不出经典的诗歌 徐志摩的一生似乎都在和爱纠缠 但像是林徽因曾说的 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 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是单纯的 他拼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浪漫 他敢于逃脱旧社会封建的桎梏 去选择一些 甚至不能够被他人接受的感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写惯了浪漫诗歌的徐志摩 从骨子里又是充满血性的 只是 他的勇敢都在他多情的故事里 被人们忽略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